你们也看着了 我这两个孩子 是真的很喜欢大牛和二妞 我也就对你们说个实话 这件事情 我们家不会在意 诚心诚意地 想和你们成为亲家 只愿梁家永结勤进之好 我也是这个意思 小陈兄弟 除此之外呢 你们还有什么顾虑和要求 也可以说 咱们家也会认真对待 打着礼数 争取做周全 牛家人很认真地对待此事 为的就是让孩子 能娶到自己喜欢的女子 能够和和美美地过一生 陈家的两姐妹 品行也好 都不小家子气 有做生意的经验 以后管家 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懂 陈虎和前世相互看了看 都从对方眼里 看见了满意 就连赵氏 也在桌下 悄悄拉了拉前世的手 我们没有其他的顾虑了 这件事情 我们夫妻同意 好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家人的 接下来 就是商量如何定亲了 三叔六礼样样不差 关于聘礼 我们给两个孩子 准备的是五百两微品 大牛和二牛一起 那就是一千两 牛大贵很是认真 这个聘礼 对于牛家来说 也是一笔丰厚的财产 这样的诚意 陈虎和前世也很满意 所以最后敲定了日子定亲 十二月十八定亲 然后再满满走礼 估算着日子 大约就是后年成亲 陈虎和前世没有意见 到后年 大妞十八岁 二妞十七岁 成亲生子差不多了 这一年多近两年 两个女儿就可以在家 好好准备嫁妆 商店好这些 子时都快过了 牛掌柜一家人 送几人出门 陈虎和前世也笑着 让牛家人早点回去休息 四人一起走回家 路上 弟妹 我要先对你们说一声 恭喜了 牛喜宝和牛喜安 这两个孩子 都是不错的 大牛二妞以后 一定是幸福美满的 谢大嫂举眼 我看着烟饰面向温婉 我也放心了 陈虎心中也高兴 心里担忧地顾虑消散 现在装着的 只有满满的喜悦 到了家门口 陈虎和前世 对苏三郎和赵氏 鞠了一躬 虎子 弟妹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大哥 谢谢你和大嫂 这就是我们夫妻 表达谢意的方式 大哥大嫂 受得起 陈虎和前世相互笑了笑 除了他们 没有人能受得起 这一路走来 若是没有大哥大嫂 我们也遇不上 这么好的事情 弟妹 咱们是一家人 相互扶持 是应该的 好了好了 咱们 也该回家睡了 虎子 什么也别说了 好好准备 大妞和二妞的好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跟哥说 记者 我们是兄弟 大嫂 那你们好好休息 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都知道了 陈大妞和陈二妞脸上 一整天也带着笑意 等牛喜宝和牛喜安 来搬酸菜和泡菜的时候 苏小璐就有幸地 看见了四张 如同猴子屁股的脸 陈大妞和陈二妞的声音 比蚊子还细 牛家的两兄弟 也害羞地 不敢看他们 苏小璐和陈石 扒着门缝 看着这一幕 苏小璐从屋里走来 在两人头上 敲了一下 小璐 师哥 你们还不快点练武去 陈石 笑呵呵地 跑去练习了 姐 你刚才没看见 好有趣哦 他们的脸都好红好红的 唉 原来脸真的可以红的 和猴子屁股似的 我一直以为 这是夸张的比喻呢 小璐 空洋 我一直以为 小璐